大家好,我是减肥主播甜心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隔日断食法 也是我们接下来减肥打卡所应用的方法 这个方法优于5加2清断食,16加8减肥法 还有碳循环减肥法 它的掉秤速度更快,适合于减肥男的姐妹们 我们先说一下5加2清断食减肥法吧 在清断食的日子里,一般的呢,我们都是把主食去掉 像大家都熟悉的黄瓜减肥法,西红柿减肥法 鸡腿减肥法等等吧 这些方法的弊端就是 在清断食的这一天你会掉个大秤 但是第二天也许会上涨 在接下来的第三天第四天掉秤也不理想 好多姐妹都跟我这么反馈 但是隔日断食法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它会让你每天都掉秤 只要是大家严格跟餐 在断食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断主食 这样就不会出现5加2清断食那样的情况 只要是我的粉丝都可以参加这次打卡 评论区报名吧,大家可以进群领取你们的量 因为180斤和120斤吃的量肯定是不一样的 同时希望大家每天在评论区减肥打卡 可以发些照片 还可以把每天的调秤成绩发在评论区里 隔日断食法可以你快速的达到理想的体重 在夏天来临之前瘦下来 102斤的体重我已经保持5年没有反弹了 今年呢,我打算上90斤的世界里去攥一攥去 所以我也在减肥打卡 但是我不会按照6点钟发的视频的食谱来吃 我要尝试一些新的减肥方法和减肥方案 痛苦少,好坚持的方法 等到方法成熟 为以后我带大家减肥打卡 打下具有实战经验的食谱和方法吧 所以每天早晨6点钟发布的视频 是带大家打卡的食谱 我的短视频还有我每天一日三餐的打卡 大家呢,要区别开来 跟餐的姐妹知道就可以了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天需要准备的食材 3 1 3 1 1 1 2